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猪皮是与人类皮肤最接近的 因为猪的基因和人类的基因存在一定相似度 据报道经过特殊处理的猪皮 可在人身上存活三周时间 起到保护窗面免受感染的作用 移植猪皮后还要在猪皮上开很多小口 移植患者的自体皮放入其中 自体皮慢慢生长覆盖裸露的皮肤 而猪皮最终会掉光 为了使移植的猪皮存活更长时间 有人设法导入人的相关基因 获得转基因小白猪 天啊 怪不得我们家女主人老说男主人 懒得像猪一样 真没想到呀 好了 下面是小课堂时间 上课铃声响起来 羊虫小妙招 你教我来学 大家好 我是一飞宠物文化的老师无童 今天我教大家一个常用的宠物影视上面 常用的一个训练课目 延环等待课目的一个训练 延环等待课目呢 是宠物影视拍摄上面常用的一个训练课目 我们进行让狗狗一些拍广告呀 或者说拍长视频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到这个课目 让狗狗在某一块地方进行一个等待 这个科目的训练方式呢 我们先一步步来 首先像小狗的话 我们可以先让它在桌子上进行一个等待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先退个两三步 狗狗保持不动 我们再过去降临它 然后慢慢的我们把这个后退的时间 延长 等待时间延长 然后后退的距离拉长 等我们能够后退到十来秒 它保持不动 或者说五六步也是保持不动的时候 让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训练 然后我们就进行一个坐在地上的一个延缓等待的科目训练 让狗在地上进行等待 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们后退一个一两步 它保持不动 靠近 降临它 好吧 然后我们再往后退 把这个延缓的时间拉长 延缓的距离拉长 它不动了 那么还是过去去降临它 慢慢的把这个时间延长 慢慢的把这个延缓延长 狗狗就会一个延缓等待了 以上就是宠物隐私方面 延缓等待的训练的所有方式方法 谢谢大家 哈哈我也要去上课 出去拍电影拍广告 赚钱买狗粮 那你红了之后不要忘了我呀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抖音厕所X星人双方丑栏目 关注我们和我们互动哦 节目的最后 我们去看看又大又可爱的大白熊犬吧 大白熊犬顾名思义 因它的体型外观长得极像北极熊 因此采取了大白熊之名 它的别名有大白熊 比利牛斯大型山犬 原产于法国与西班牙交界的 比利牛斯山区 所以又称它比利牛斯犬 大白熊的身体健壮而协调 美丽高雅 光严雄伟 有帝王般的仪态 给人的印象是非常高雅 美丽 它结合了巨大的体型和威严的气质 历史上大白熊犬 在比利西牛山外一带 曾用来保护羊群 驱退那些偷袭羊群的熊 或野狼的 如果你要饲养大白熊犬 那么请你一定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因为大白熊犬非常的能吃 它的食量就像是阿拉斯加犬一样 要使用一定的经济能力 真的不要碰大型犬 除了要吃狗粮之外 还需要给它准备很多的食物 这样才能保持营养均衡 大白熊犬的运动量也很大 每天需要出去运动两小时左右 要是没有得到发现 大白熊犬就会变得很暴躁 所以饲养大白熊犬 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 要是你工作比较忙 很少回家的话 那么劝你最后还是 不要饲养大白熊犬 而且缺少教育的大白熊犬 到了外面 真的随时都会开天 看大白熊犬的毛发就知道 它也是一只 掉毛比较严重的狗狗 所以饲养起来 也需要特别的细心 不能给它吃的太咸 要是长期吃的太咸 只会加重掉毛 还会引起皮肤病 泪痕等症状